大家好,今天要來做全素味噌湯 味噌中還有一種叫乙菊菌,經研究證實 這類異生菌能促進腸胃蠕動 和改善腸道消化吸收功能 並且有緩解腸道消化症狀 還能降膽固醇及心血管疾病都有所幫助 常吃高油脂可做參考 如果有高血壓或腎臟病的人 應避免飲用胃增胱 毒攝取過多可導致血壓繼續增高 亦有其他病發症狀應腎死 食材介紹 味噌版豆或嫩豆腐 400克紅石菇 紫菜2克 新菜小白菜 約2至3小數 以上是今天所有料理的食材 首先先來切豆腐 將豆腐切整塊狀幾個 像中間先鋪一半 這樣豆腐才不會太大塊 然後切出適量的大小就可以了 然後切成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來切紅石菇 將根部切掉幾個 薑根部切掉幾個 紅石菇不需要全部下 約一半就可以了 然後留這一半 來炒菜煮湯都可以 find all those 好香 stepping 然後教寶シ 脫開來 學匈 親 треть 切住 GI 小白菜切斷 將小白菜切出適量之長度及格 加入水650kg 水滾後加入紫菜 將紫菜稍微攪拌一下 攪拌至上開即可 然後轉小火 加入紅細菇 豆腐 輕輕的攪拌就可以了 不然豆腐容易破掉 然後再開大火 將其廢物 讓他煮個兩至三分鐘左右 稍微做個湯頭 煮滾後再轉小火 炶 forg 三分鐘到後加入小白菜 這麼多早前 欸!煮軟就可以了 准小火 加入味噌 一大匙盤 將味噌攪拌至濃郁水中提合 一定要開小火,不可以開大火 下支味噌濃郁,蒸發掉 攪拌至全部濃郁水中 就可以了 攪拌好後,加入青菜豬 撒上少許的白胡椒粉 然後再開大火煮一下 不需要煮太久 熱一下就可以了 跑後,關火 存機 出發 出發 出發